好 也因為每天都是一千多例的產生 接下來他們預估可能到月底就會破萬例 甚至有可能破超過16%的人 都有可能會有感染的症狀 那麼接下來其實根據我們的了解 他這個疫情不僅燒進了各個景點 還燒進了中央跟地方政府 有沒有發現昨天台北市長柯文哲 直接自己跑行程 那麼在今天其實他和副市長 黃珊珊相關的PCR已經出爐了 還好兩個人都是陰性 早上有同出席路跑 那麼當初他們是怎麼樣被可能是 覺得是接觸者 就是這一張照片 您可以看到他當時跟中華運輸協會 當時精神相關的會談 那麼由於是在封閉的空間 彼此其實都是有戴口罩的情況 但就是怕說有人拿下口罩喝杯水 會造成間接的接觸傳染 所以現在整個疫調都還在進行當中 那麼整個府內會議 其實傳出室友這個團是多人確診的 所以現在整個相關市府的匡列 絲毫不得大意 真的這個陣痛期不知道還要多久 其實大家倒是不怕整個病毒確診 會導致你的傳染力 大家最怕的就是我被匡列 我被隔離 影響的就是整個團隊 甚至你的工作場域 你的家人 那麼一旦被匡列隔離 要做的就是天天都得快篩 我們台灣的量能現在足夠嗎 我們就來看到其實陳時中已經宣布 要成立快篩國家對嗎 那麼總共40萬劑的公費家用快篩 在今天下午陸續送達了雙北市 還有桃園跟花蓮四個高風險的縣市 那麼其實他也說之後的這個 試劑價格一定會越來越便宜 呼籲民眾有需要才要索取 面對現在快篩季的緊迫需求 再加上未來宣告4月22號 到健身房旅行團還得打三劑 導致接種戰大排長龍 從中央到地方都想要努力的控制疫情 不要忘了這個疫情牽動的是年底的選戰 要是重症沒有辦法控制 輕症沒有辦法減少 這都會影響到民進黨他們的選情 那麼傳出防疫 指揮官陳時中將會辭去職務 投入台北市長選戰 雖然陳時中始終保證 自己現在沒再用選舉 但是柯文哲仍然大酸他說 其實不談選舉很容易 但是不想才困難 因為你每個政策如果遇到利益衝突 都會有偏頗的情況 但陳時中就回應了 他強調自己身為指揮官 目前首當要做的就是把疫情控制住 也請柯文哲不要把他當思想犯在關 另外國際見證消息是 烏爾開戰53天進入了關鍵時刻 俄羅斯對於烏克蘭南部的港口馬力波 發出了最後通點 外界叫做格殺令 因為俄軍說只要在莫斯科時間17號下午之前 要所有的烏軍器械投降 他們就能夠保住性命 否則他們後果是不管的 不過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他強硬的表示 他說如果你俄羅斯軍敢殲滅當地的烏軍 接下來他們雙方 不會再進行任何的和談 一定戰鬥到底 現在是防疫期間 動不動就在街道上進行大清消 但是這回真的噴到了人 來看到這是新北市的中和街道 因為針對勸者足跡進行消毒 結果當時的消毒槍舉得太高了 不小心直接見到了路邊的一名男子 但是這名男子情緒太激動 他追了過去對著清潔員咆哮 而且一度動手推擠 旁邊的里長過來安撫 這名男子才愤愤不平的離開 我們都知道防疫期間 其實這些前線人員是很辛苦的 環保局說他們一定會加強清潔員的教育訓練 但是不容許暴力事件 還記得昨天為您報導 國內出現首例的兒童重症嗎 其實從1月到4月 已經有2000多名兒童罹患COVID-19 那麼這是新北市才2歲的男童 他的病況現在很不好 我們東森新聞持續追蹤 也致電給男童的父親 你知道父親在言談中 他擔心的都哭了 他說兒子現在住進家戶病房 狀況真的不太好 父母非常憂心 一直在等待家戶病房的消息 雖然現在忍痛 牽下了放棄急救 但是還是在醫院 期盼孩子病情好轉 你知道說到權力救治 一開始的關鍵五天是最重要的 我們就以輕症診來說 因為台灣現在超過九成都是輕症 哪一種口服藥 都是有相關的用藥指引 我們東森新聞是獨家取得了 美國CDC兩種口服藥的用藥指引 他們其實上頭寫著 重症風險因子 包含65歲以上的長者 糖尿病患者 慢性腎病患者 或者是肥胖疹等等 他們最關鍵的發病 五天內就一定要用藥 否則這些口服藥 對COVID-19患者來說是失效的 那麼雖然幾天本土都是破千例 但是好像沒有影響到 週末民眾出遊的興致 尤其是上山下海的人特別多 我們來看到這是有台版大峽谷之稱 位在苗栗火炎山的登山步道 還是出現很多登山客在践行 而且這個畫面曝光的是大型的群聚 甚至能夠在山邊看到長長的人龍 山友透露其實這數十人 都是來自於登山團客 有山友覺得有點擔心 也有人出面還家 比起密閉空間 戶外應該安全許多 晚餐時間 我們聽到銅板架的美食 真的讓人容易心來 看到市面上的蛋餅 大概一個是25塊起跳對吧 但是在高雄小港這間蛋餅 真的非常便宜 它的厚度大約有4公分 而且只賣一個10塊錢 有民眾就分享 它一份可以當兩餐吃 因為非常大份 文章曝光之後 其實讓小攤爆紅 老闆娘說 她只是因為年紀大了 她不利多銷 有事做就好 的確這些市場的老闆老闆娘 都很辛苦 他們做著生意 還要整天戴著口罩 畢竟台灣現在的疫情變化太快 能夠打第三劑的盡快去打 不只是保護自己 或許還能保護你的荷包呢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像是各大餐廳跟樂園 現在為了相關的防疫措施 都祭出打第三劑疫苗的優惠 比如說你去吃Buffet 能夠現省300塊錢 你去吃火鍋店 還免費送你肉盤 他們也不想出現確診者足跡啊 或者是你到攀岩廠 出示你的小黃卡 通通都有優惠 那麼持續來關心本土確診個案 其實現在真的要疫苗打好打滿 在今天新增了1,210例確診 不要覺得只有慢性病 或者是老人家才會中標 其實包含青年中症的情況 也是很多的 來看到在今天整個確診的分布 主要其實都落在雙北地區 跟基隆還有桃園 但是您可以看到 相關縣市陸續啟動居家照護 首先率先開打就是新北市 那麼接下來跟進的包含宜蘭跟台北地區 都開始針對輕症進行居家照護 我們不斷呼籲大家要打疫苗 就是因為其實這當中影響輕症 跟重症的情況真的差得比較多 來看到這當中新增7例 有關於中症的患者 其實他們很多人都是青壯鳥 從20幾歲也到90幾歲的 通通都有 那麼這當中其實只有一個人 他是打了3劑 但是發生了突破性感染 這當中其他6個人都是打1到2劑而已 所以指揮中心不斷呼籲 從4月22號開始 你要去上健身房 去其他地方包含旅行團 必須要打滿疫苗 那麼現在就是為了要和病毒共存 盡量重症清零 好 雖然超過9成都是輕症或者是無症狀 但是因為每天本土都破千例 大家很怕被匡列 所以其實今天週末假期熱門景點的遊客 倒真的是明顯減少了 我們來看到像是新竹堅實鄉的賞鷹景點好了 遊客真的大減 還有中部溪頭因為有阻擊的關係 遊客數少了三成 另外南部包含赤坎樓跟台南的國華街 雖然是有出現人潮 但是店家感嘆每天都這樣1000例 誰不緊張呢 比往日少了一半 那麼至於小琉球是有確診情況 和去年同期相比 搭船的人數大概少了一成 另外綠島大概少了兩成 也讓當地的業者相當無奈 好 所以我們透過新聞不斷在宣表說 未來如果是輕症在家 聚焦照顧的時候 自己應該做什麼樣的SOP 畢竟台灣已經決定和病毒共存了 鄰近的香港跟韓國 他們的確診率都是整個國家人數的20%以上 所以我們台灣如果破百萬的確診數 這個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所以現在其實地方政府都在加緊的 做好所有的配套措施 來看到輕症在家的隔離新照護計劃 新北市率先實施 那麼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在下個星期宣布 先在性域去試辦 那麼由於感染Omercone的症狀 其實跟感冒有點像 假設是輕症的話 頭痛 喉嚨痛 流鼻水 打噴嚏 通通是有可能的 那麼也因為症狀必須止痛嘛 所以全台各大藥局都出現了 普拿藤的搶扣潮 但要注意大人吃的用量跟小孩 又不一樣 好 那麼大人都知道該怎麼辦 未來假設無症狀 或者是輕症在家居家照護的話 也知道怎麼用藥 但重點是家長在這幾天 不斷抗密的是你要和病毒共存 你就要讓小朋友打疫苗啊 那麼中央已經聽到 各位家長的聲音了 有鑑於其實這幾天本土個案都破千例 再加上國外已經有准許這個 幼兒可以打這個疫苗 所以現在最新的消息是 指揮中心在今天宣布 專家考量到安全性 有效性跟公共衛生需求 同意讓6到11歲的兒童施打莫德納疫苗 那麼其實打的方式跟成人差不多 但它的用量只有半劑 兩劑之間也要相隔28天 那麼美國最近最新研究發現 他們打兒童第三劑加強針的話 抗體還會不斷的增加 這140名的兒童受試者透過血清分析 他們Omercoin的相關抗體濃度增加了36倍 那麼大家更想問說 你現在只有開放國內6到11歲 那1歲到5歲的孩子怎麼辦呢 專家也說目前國外還沒有研究到 這麼小的小朋友可以打疫苗 但當然不是打了疫苗就不會確診 確診都還是有可能發生 只是減少重症可能性 那麼為了盤點 我們台灣的醫藥量能必須充足 接下來也可能幾千例 幾萬例的再增加 所以中央的權益之計是什麼 讓輕症者假設是要送到檢疫所 或是居家隔離兩人一室 現在有確診者非常的擔心 看到他的個案 連看新聞都覺得有點擔心 因為他入住的是集中檢疫所 他卻發現他和另外一個確診者 兩個人不認識 但是共用同一個衛浴 完全沒有隔間 兩個床也沒有床套 然後中間只有隔了一張桌子而已 他說他真的是很輕微的症狀 他只有一點點喉嚨痛 再加上腹泻 但是對方一直在咳嗽 他很擔心彼此之間 會不會交互感染 變得更加嚴重呢 今天其實記者有幫忙 問到陳時中 那麼陳時中也回應說 同樣的病毒其實交互感染的機會低 如果真的擔憂 可以跟現場的醫護人員反映 還真沒想到 輕症者入住的集中檢疫所 會是這樣的環境 那麼什麼樣的邏輯進到集中檢疫所 什麼樣的邏輯住家 那麼有的是去醫院呢 其實目前輕症患者都是要進檢疫所隔離 你如果是在65歲以下的無症狀或是輕症 才兩人一世不限身份 就是這個不限身份讓這些確診者比較擔心 因為他們和陌生人同住的機會 那就非常大了 以目前分配的條件是以當日入住的順序為主 所以並沒有依照所謂的症狀 還有疫苗接種來做區分 只有大概區分說男女是分開的 然後家長可以和小朋友同住 那麼有症在隔離的民眾就知道 一開始就要跟陌生人住一間 他實在很擔心 如果能夠自費 然後一個人住一間 那就太好了 那麼現在醫生也建議 其實包含CT值的高低 還有每個確診者的心理狀況 都應該去做因地制宜的配套措施 好 所以現在居家照護計劃 真的得要趕快實施 讓這些確診者能夠比較安心的 在家中一人一室的照顧自己 台北市在禮拜一就也要跟進實施了 目前率先實施的包含這個信義區 那麼台北市長柯文哲自己也很無奈 因為他的幕僚團隊 通通在匡列隔離當中 那麼現在台北市長柯文哲 跟副市長黃珊珊 他們就是因為有和確診者開會 所以也要進行PISA採檢 兩個人還好都是陰性 早上還有一同出席路跑 到底是怎麼接觸的呢 就是因為這個相關運輸學會 他們在開會的時候 這當中有位貴賓 他後來採檢是陽性 這就代表著 如果當中有人喝水 可能會變成間接的傳染者 因為會脫下口罩嘛 目前還好 兩個人都在臉書上報平安 市府隨後也宣告 會持續的進行疫調 有開車有騎車的觀眾朋友 應該都知道我們加油 加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會跳停 以防繼續的把他加到過量 但是就因為這個行為 導致於騎士標罵公讀生 我們來看到這起糾紛 這是一名加油站的女員工控訴 他說他遇到機車騎士 要求加滿150的原油 但是因為加到130元的時候 就直接跳停了 對方就發現說 好像儀表板上面沒有加到滿 他就告訴對方 就因此挨罵 但其實我們都知道 加油是有跳停的安全機制的 而且會跳停兩次 第一次是你加油的時候 加到80% 第二次就是加到100% 提醒民眾你油箱已滿 不得在家了 那麼環保局也說了 如果這些騎士或者是駕駛強迫 公讀生加油要加到滿 最後油氣漏線 是要先開罰10萬塊 而開車同時也要符合停車規定 現在其實都是整個 一化的停車場 最近有很多的設計的停車場 都會想著像這樣 這是位在高雄岡山的停車位 那麼業者設立的 叫做地閘式的停車位 也就是說你的整個 車輪要蓋過這個地閘 才會被感應 然後扣錢 那麼現在有很多的消費者 就是直接不停進去 或者是規避 有沒有看到他特別避開這個地閘 或者是停在地閘前面 有的還直接停在黃網線上 引發爭議 事實上停半個小時是免費的 消費之後還可以折抵停車費 但賣場就說就是很多人嫌麻煩 或者是想要規避其他的費用 就直接降停 這些通通都是違規 必須開發 我們這幾天不斷在報導 震驚國際的畫面 主要就是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他們莫斯科號號千 這個戰艦非常的強 能夠一箭毀一國 但重點是 這個戰艦就是遭到 烏克蘭的飛彈給擊沈 沉沒在黑海當中 但到目前 俄羅斯完全不承認這件事情 烏克蘭官方表示 艦上44歲指揮官 他叫做庫普林已經確認陣亡 而且外界推估艦上只有500名官兵 最後數十人倖存 但是俄羅斯他還是繼續做認知作戰 這是他們國防部公布的最新影片 是海軍總司令來接見 莫斯科號的倖存者 大概有100多人 但是影片的真實性 始終受到外界質疑 你想想看普丁怎麼能夠接受 他引以為傲的戰艦 被烏克蘭給擊沈呢 所以現在美國中情局長 直接警告全世界 不可以輕忽俄羅斯 可能動用這個戰術核武 來攻擊烏克蘭的可能性 其實同樣都是核武 它的規模是不一樣的 什麼叫做戰術核武呢 就是畫面左邊 這個量是10萬噸以下 但是主要攻擊軍事基地 那麼這當中還是使用核武了 我們想想看二次大戰的時候 美軍的原子彈轟炸了日本廣島 造成10多萬人直接身亡 而現今普丁所使用的戰術核武器 這個爆炸威力 就是介於廣島原子彈 10分之1到6倍的之間 所以不論是用什麼樣的戰略 就算是整個範圍最小的戰術核武 依舊會造成當地重大傷亡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烏克蘭的官兵 真的努力的在保家衛國 就連我國的國軍也是現在不斷的在叫招 但是我們來看到這個是我們的特戰士官長 直接在馬路上上演即刻救援 他是國軍梁山的這個特遣隊 當時這名士官長他已經退伍了 他在乘跑的時候就發現 有一台日系的跑車停在海邊 而且車內不斷是冒煙起火 他看到之後立刻上去幫忙 果然就發現女子昏迷在駕駛座 趕緊開門救人 他說必須先自保 他才能夠放手救人 那麼整個過程來看我們的獨家畫面 民宿的包洞都會有現場的規定 務必睜大眼睛仔細看清 他們就是三個人碎三張床 但是退房時候被多扣1000塊 理由就是床位有限制 但雙方爭執不下 台中最近開打拉麵戰 繼之前連鎖拉麵插起台中之後 又來了深夜排隊拉麵 然後最近還有一個新口味 是冰淇淋口味拉麵 晚安 您好 我是訪言函 歡迎您持續鎖定 東森晚間新聞 頭條話題但您看到 台灣已經連續三天都將近1200多例 今天是再破昨天的紀錄 來看到是新增了1210例 我們可以看到各個縣市現在面對 輕症跟無症狀的患者 陸續啟動居家照護 目前已經啟動的包含新北市宜蘭 還有台北禮拜一就會在信義區失敗 那麼主要就是因為不要讓我們台灣的 醫療浪能有任何崩潰的情況 我們就來看到雖然超過九成 都是輕症跟無症狀 但是我們絲毫不得大意 也必須正式打第三劑疫苗的重要性 來看到在今天還是有罹患中重症的患者 這當中新增7名中症患者 而且您可以看到有6名都是輕壯年 這代表什麼呢 不是只有慢性病或是老人家容易中症 重點是輕壯年也有可能 但重點是有沒有發現 其實只有一個人有打到三劑疫苗 其他人都是打了一劑或兩劑 這是顯見打疫苗的重要性 我們要打好打滿 可能面對疫苗這個病毒共存 才可以比較放心一點 但家長之前一直不斷懷疑的是 幼兒沒有辦法打疫苗 終於指揮中心在今天更改政策 他們正式通過了兒童疫苗審查過關 那麼接下來呢 其實整個討論聲量會持續擴大 暫時的規定是6到11歲開放施打 但是只有半季的莫德納 那他打兩次 兩次間隔28天 要不要造車以及什麼時候施打 專家都在考量相關的安全性 很快就會宣告